我們現在與內地全面通關 與世界全面接軌 我們要爭取這個機會 盡量為香港發展 加強它的動能 加強它的效能 加強它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其他一個 就是令到多些人知道香港的機遇 吸引人才 吸引企業 而且也吸引資金 這是很重要的 自從通關之後 我去過當然中東 兩個國家 我亦都在內地 走訪不同的地方 我亦都會很快去東盟 另一些國家 目的就像剛才你說 盡量增加香港的發展機遇 令到更多人明白香港是一個 他們很值得在這裏發展投資 甚至落地的一個地方 我們有很多優勢 別人未必知道 第一 我們八大中心的定位 是我們整體未來發展的方向 這些都跟他們息息相關的 我經常告訴別人 是我們的新優勢 我是強調整個政府 在文化改變 以及我們產業政策方面 如何令到他們更好發展 再者 如何強化他們 理解香港作為一個 真正的進入大灣區和內地市場 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這些他們都未必知道 例如我們最近推出一個 人民幣和港幣商貨幣的櫃桌 去買賣我們一些股票 這些股票都是一些內地很成功的企業 很吸引人投資 這個是創新的 完全以前沒有的 為何重要呢 就是看到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經濟中心 它在發揮貨幣流通 在發揮投資可能性 去幫助不同企業去發展 融合爭取機遇 那個潛力是大到 他們應該覺得是難以想像 再者大灣區 我們都知道 它的經濟總量 如果排名來說 是可以排第九的 整個世界 所以經濟總量會是這麼大 大家都知道商機很多 亦都可以經過香港的進入 香港的優勢 我要重複告訴大家 第一 我們的專業人士是世界標準 我們高度國際化 我們的稅務也是簡單堅持低 我們的營商環境是很符合任何發展 我們是很自由的經濟體 我們是很自由的經濟體 我們在香港生活也都很符合家庭 包括你有小孩都有不同的活動去照顧 展覽館、博物館、交易公園等等 文化藝術的氛圍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香港 我覺得比其他地方 都是我們比贏的因素 你要告訴不同的人 我覺得是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 香港現在比以前都團結 團結呢 其實意思是 我現在整個香港社會的力量 都因為團結 凝聚起來是大了的了 所以任何企業人才來到香港 他坐的一艘船 這艘船的動力都比以前快很多 所以你都想早點去目的地 所以你就要一齊 我們歡迎你去參與我們這個香港的特快號 令到你更加成功 更加吸引